方斗方斗 我又给您攒了一堆破烂 哎呦 你小子会来是 去财务领十万块奖金 升任安保队长 恭喜主人捡到 破洞翻步包 奖励LV000万限定款包包一只 售价1888万 呃 LV都是我的 奖励这么个破包包不是浪费机会吗 咦 老同事方小凡 你这是在商场做保洁 李子玄 呵呵 这家商场都是我的 闲蓝无视 简简破烂 嘻嘻 你还是这么能搞笑 不过还别说 你这一本正经的样子装得还挺像 咦 你手里拿的这包包好漂亮 刚上班就是这妮子带着我 没少帮助 算了 反正这包包也没用 送它吧 喜欢送你吧 也不值什么钱 你别骗我了 这包包做工这么精致 这LV的logo这么精细 还有这手感也这么好 啥 不会这妮子认出这是真的了吧 这一看就是高仿的LV 这包包少说也要一千块吧 我不白拿你的 正好这包包我有用 诺 这是一千五百块 多的给我帮个忙 那就谢谢了 什么忙尽管说 我能帮上一定不含糊 够意思 不会是这么多年姐妹了 那我就直说了 我那个视力眼的姨妈要带着女儿一家来找存在感 所以给姐姐我假扮一天男朋友 应付一下家庭聚会 啊 假扮男友 真是老天帮助我 你小子装起大款来 确实有一套 对了 等下聚会你给我使劲的吹 这个包包一定说是真的 最好是拿出刚刚你吹牛这商场都是你的这种感觉来 呃 本来就是我的啊 我真没吹牛 行了 跟姐就不要吹了 还没到地方呢 不过今晚聚会的场合挺高档的 在半岛酒店就怕你没去过 你到时候千万别露窃 嗨 半岛酒店我熟啊 那就是我的产业 嘻嘻 对对 这感觉真棒 不过等下我们先过去 到时候我花钱去买通一些服务员 到时候你就吹你是半岛酒店的大老板 哼 看他们今天还怎么吹牛 小凡你在这等着 我去收买保安 呃 这酒店真是我的啊 你咋就不信呢 算了 随你折腾吧 姐 说你们没见识吧 来这么早有什么用 这半岛酒店没有我女婿带领 人家是不会让你进去的 老板好 一人五十块的红包不白花 这气势真足 哈哈哈哈 看到没 我女婿就是有排面 来这里吃个饭 保安都给鞠躬 我靠 我这脑容量怎么有点跟不上 先是有人想要花钱 让我们假装老板是老板 现在又有人来冒任 真是世界之道 无奇不有 喂 人家叫的是我男朋友 不是你的女婿 子玄 这就是你男友 小伙子真精神 阿姨你好 我叫方小凡 我呸 我刚刚还想说呢 这就是你找的男朋友了 咱们是个捡破烂的 就这样的家伙 怕是都没来过这半岛酒店吧 呵呵 大姨是吧 这里我确实常来 嗨 小伙子你就别吹牛 你就算是常来 怕也是后门捡破烂吧 行了 别在门口丢人了 咱们先进去吧 阿弥陀无量天尊 赶搁老板装批 看来这帮家伙又要倒霉了 嘶 老板又来装批了 一定要配合好 吴经理 包厢安排了吧 已经都安排好了 在天子一号包间 您几位跟我来 天子一号 哈哈 吴经理您是认出我来了吧 我之前可是和赵总来过好几次 哦 是你啊 哎呦 这包厢可真豪华啊 泽泽 不愧是半岛大酒店 李子玄 你之前都没来过这种高档地方吧 你们两个吃白食的 坐到下手去 李子玥 你别欺人太甚 呵呵 好了 子玄 坐哪里都一样 不是叫你吹牛吗 你怎么不吹啊 泽泽 小妹啊 不是我说你 找女婿还得找我们家小陈这样的 不但是大公司的高管还很舍得给我们家子月花钱 你看看 这不新买个什么驴子的包花了小十万呢 哈哈 才不到十万块啊 我男朋友正好也给我买了一个 是不是啊 小凡 你告诉他呢 花了多少 啊 对对 我也买了一个 花了一千八百八十八万 可可 可可 我去大哥叫你吹牛 没叫你直接吹爆啊 咱们这可是假的 再说 一千八百八十八万 哪有这么贵的包包啊 呃 我说的都是真的啊 这包包确实一千八百八十八万 哈哈 真是笑死我了 我倒看看 什么包这么贵 切 原来是高仿的LV啊 不是我说你 就这款是 你自己看看LV的官网上都没有 这就是个假的 别说一千八百八十八万 连一千八百八十八块都不值 这种垃圾 还是丢进垃圾桶吧 喂 李子月 你不要太过分了 你凭什么把我的包丢进垃圾桶 哎 没办法 我这个人平生最见不惯的就是假货 像是这种垃圾 就应该待在他的垃圾桶里 就好像某些人一样 一辈子就注定了是个简破烂的 哦 你就这么肯定 这个包包是假的 小凡 你别纠结真假 咱们得包本来就是假的 你要从别的地方发怒才对 哈哈 简破烂的 听你这意思 难道这还是真的 且不说这东西做工和细节怎么样 单单是你这个简破烂的家伙 你认为你自己能买得起LV的包包吗 凭什么买不起 我可告诉你们 我们家小凡可是有一家大商场的 而且这半岛酒店也是有这股份的 一只包还是买得起的 哈哈 真是笑话 就他还老板 你看他拎着个垃圾袋哪里像 还有 你说这包是真的 那你来证明一下 哎 看来你们还真是非要往枪口上撞啊 莫 那你们看好了 这是这只包的所有单据 LV0001限定款 售价1888万